大家好,我是Rachel,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旅行对于一个天天练琴的人来说是一件挑战的事 我们一般旅行一周 俗话说三天不练手生 七天如果不练琴,那可不止只是手生了 八月我们乘坐旅游观光火车去Niagraful大瀑布度假 小镇的风景很美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大瀑布 但每次面对壮观的大自然奇迹还是深深被震撼 回城时,在小镇火车站后车室看见一架钢琴 钢琴和琴腿画满了漂亮的大瀑布风景 儿子忍不住上前试了一下 返回座位后 儿子看看四周的确没人 又去弹了 空荡荡的大厅终于来了一对情侣 还是不自在 又回头看有没有人来 在公共场所弹琴真的这么难吗 参加过多少次音乐会 参加过多少次比赛 钢琴考级不还拿过金牌吗 把其他人当作不存在 在妈妈的一番鼓励下 儿子又上前弹了一首曲子 一首曲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从他们的表情看 没人在乎 没人鼓掌 也没人嫌弃 只有一个Grandma拿着手机拍 Grandma走过来对儿子一番夸奖 说她把儿子的演奏拍了下来 准备拿回家给她孙子看 她孙子也学钢琴 儿子的表现完全是正常的心理反应 弹琴需要在静心状态下进行 在家 在琴房恋琴跟在公共场所完全不同 公共场所即使没人也担心人来人往 担心打扰到他人 弹琴需要完全安静下来 进入无我状态 才能有效恋琴 天天恋琴的习惯 让儿子想弹 可是心又不安 也许儿子根本不想弹 只是妈妈想让儿子去谈 你是如何处理在旅行中恋琴的问题 请给我留言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